好 紧接着娱乐焦点非常有意思 带你来关系的是 刘嘉玲的新片 才上映好像才两三天 虽然票房不如预期 但怎么会突然之间下架 背后应该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旋迹 大陆最新一部奇幻电影 阿修罗讲述六届 中阿修罗王攻打天界 玄幻故事 我就算死 我也不会让他得陈 找来港星刘嘉玲梁家辉 台湾演员明道 以及大陆当红男星吴磊主演 卡四阵容坚强 没想到却传出 这个月13号上映 短短三天就紧急撤档 进入这一行到现在 没有这样来演绎过一个角色 很新的一个体验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据大陆媒体报道 号车花六年约34亿台币 打造的大片 票房不但不如预期上映当天 算是被电影评分网站 总分10分 开出4.9分 超低评价 在这关键时刻 刘嘉玲人在这里 白色帮球帽 五领衬衫 刘嘉玲看球赛 同样不识高雅 他15号在IG接连 PO出多张照片 分享在俄罗斯走访的足迹 照片中的他高举香槟 似乎在和选手致敬 让不少网友直呼 好想坐在你旁边 票房告急心情 却似乎不受影响 刘嘉玲特地前往俄罗斯 看冠军赛 据芯片何时会再上映 片商也强调 并非外传影片问题 或是修改 而是不公正的市场环境 所导致 目前还在讨论阶段 等时机成熟后 会再另行公布 三菱新闻综合报导 很诡异的是 一部拍了六年的电影 阿修罗 上映三天就下架 怎么可能呢 对 而且他们在 7月9号的时候 在北京还举行一个 很盛大的 这个首映的记者会 那这个记者会当中 明道当时还接受访问 这是阿修罗的电影片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吗 已经下架了 下架了 才演三天 可是阿光人家三天 也有将近两亿台币的 这个票房 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三天下架 因为他们认为 没有达标 他们认为这个票房不够好 那不够好 至少要让他多延一段时间 因为大陆的票房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他们每一个片子 要上的时候 他们比较在乎 这个娱乐平台的影视 比那个闪亮日子 多一天就可以了 那是两天 刘温真 多一天 但是他们在乎是 就是娱乐平台的影评 他们认为猫眼这个平台 对他们这个片子的影评 比较差 评论比较低 所以这个投资方 希望先下来 可能隔一段时间 他们再选时间要再上 但啥要再上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拍六年 花的这个费用是 三十四亿台币 一个电影 为什么要花到三十四亿 花三十四亿才演三天 而且他主要的主角 就梁家辉 刘嘉玲 加明道 片酬也不会卷走这么多 为什么呢 各位 其实他的团队 全部来自好莱坞 包括什么呢 包括环太平洋 包括了那个魔戒的服装师 包括《玩命关头》的视觉设计 所有都是好莱坞的团队 那这些团队 从六年前就进驻到北京 他们在规划这个电影 所以这个电影 贵是贵在幕后团队的制作 所以为什么花了三十 这样的团队票房这么惨吗 对 票房这么惨吗 对 对 因为两亿 如果在我们台湾人看 就觉得两亿不错的 但是这个市场确实是很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不如预期 因为以这个票房的速度 三十四亿根本不可能违本 所以他们的投资方 干脆认为先下架 然后隔一段时间 他们可能再进行宣传 在择其上 输定这是一个聪明的行销 搞不好也是个策略 因为你们都不去看 现在大家都有证明 接着我们就会开始好奇了 等到有一天要重新再上 也许我们就会看了 那小S和蔡康勇的节目 又为什么下架 小S跟蔡康勇呢 这也是个名 对 因为他们之前 康熙来了结束之后 大家都很期待 他们要合体 那现在我先讲一下 这个下架 上去才两天 就下架的节目 是在网络上播 那这个节目叫 真相把花花万物 这个节目叫 真相把花花万物 那各位一听 这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上去两天 就被广电总局要求下架了 那是因为呢 很妙 最近因为在放暑假 广电总局有下达一个通令 是希望在网络节目当中呢 要符合共产主义的一个中心思想 那各位会想出这个综艺节目 跟共产主义中心思想有什么关系 他后面还有规定啊 就希望给青少年呢 要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什么 你听了半天你听不懂 好 我告诉你们实话 其实这个网络节目呢 很多观众也批评 就是他置入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是不是把节目 搞得像购物频道 没错 我看他好像在卖东西啊 没错 所有主持人来宾 你知道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片段 是蔡康永跟小S 他们第一集 是不是找来林志玲 志玲姐姐 然后志玲姐姐 在节目上还真的蛮全力配合的 聊一些她感情的事情啊什么的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 从他们桌子上 他们拿起来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广告 所以广电总局会觉得 这个东西广告太多 所以两天就给它下来了 但是商业广告太浓 但是大陆的节目 其实也蛮多支入啊 什么冠名啊 然后他们桌上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都是支入 大观你知道吗 但我们不至于拿起来卖啊 说这个杯子好啊 这个杯子啊 多好啊 多厉害 他不至于这样啊 他可能就摆在桌上而已 但是网路就有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先讲一个概念就是 小S在台湾 康熙她一集节目的这个费用多少 各位知道了吗 主持费12万台币 你觉得很惊讶哦 在台湾算多了对不对 对 好 那我告诉各位 她在大陆不是主持电视节目 她主持的是网路节目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花花万物 我们先讲她前面一个 在网路平台播的节目 你知道网路平台一集只有三十分钟 她的这个主持费是一集一百万人民币 一百万 标怀一百万人民币 那我帮大家换是 他比台币四五百万 四百八十万 一集 一集 那她整集下来卷走大概六千到七千万 主持费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说 连一个主持人 她的主持费都那么高了 她当然这个所有东西拿起来 上面都要贴满广告啊 要不然她怎么会能够收支平衡呢 所以她整个节目就会比较广告化 而且网路我刚刚讲了 她只有三十分钟 为什么这个主持费会这么高 就是因为主持人的费用太惊人了 要从这个广告费里面来平衡 那这次呢 因为她下架了 各位会问说 以后看得到吗 我认为看得到了 因为过了这个暑假 广电总局搞不好 她的这个规定一改 我想讲一个氛围就是 就跟我的男孩一样嘛 对 下来再上嘛 而且我的男孩 林心如的这个制作的节目 在广东 也是被广东的广电总局下架 一个礼拜之后下架 因为搞清楚 她其实跟台图根本没有关系 她只是领了我们文化过两千万的 这个补助费嘛 之后她再上去 点阅率很高 而且她因获得服事呢 本来她这个节目 第一次在台湾播的时候 第一集收视率还不怎样 第二集 第三集 就因为这个下架事件 收视率破益 对 说不定阿修罗 下来再上 会创造新的票房数字 连你都知道有阿修罗 你会不会想看 你会啊 阿修罗